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可以一起领受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 保罗认为一个人可以单身 是一件很好的事 如果不能忍受肉体的情欲 就宁可结婚 不要犯罪 并且教导了一些夫妻相处之道 看来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男女关系 上帝不喜悦的案例 这些情形也是今天很多教会的写照 特别在现代道德沦丧的世代 很多人的价值观偏向及时享乐 只顾自己 不愿意为将来的幸福多做忍耐 台湾的离婚率已经是亚洲排名第一 世界排名第二的国家 反观现在教会会有的离婚率 也在不断的攀升当中 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警醒祷告 保罗在今天的经文说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这对已婚的夫妻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这个提醒不只是指向夫妻的性生活 就是平常的生活也应该要彼此互相尊重 互相的体贴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你不再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 夫妻是彼此拥有 当遇见事情就应该共同去解决 圣经在马太福音也写着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家怎么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这是对所有的人说的 同样的 这也可以用在夫妻相处之道 婚姻杀手的第一名就是外遇 相信在高离婚率的台湾 目前正处在不正当关系的人 应该为数不少 有些人可能才开始要发展那不正当的感情 有的人可能已经身陷很深 难以自拔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永远有盼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像约瑟一样 逃离罪恶 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 宁可损失一些华丽的外衣 物质 甚至被关在监狱里面 也不要让上帝的名蒙羞 让爱你的人受伤 头句真情部落格 背叛爱情内极的男主角的说辞 男人走桃花运 就是准备开始倒霉 这句话也是对每一位姐妹说的 最近听见一位姐妹的光景 令人不惊 不声唏嘘 在她的婚姻困难之际 有一个男士对她不断地追求 当她真的离婚了 对方就不见了 愿我们都是那个有智慧的人 不要喜好暂时的快乐 要追求那永远的荣耀 愿赐平安的上帝 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 又愿我们的灵魂与生死 得蒙保守 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止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